搭乘将近两公里长的火车 穿梭在阿尔卑斯山 深度领略人间先进般的风光 成为瑞士旅游的全新体验 这列拥有一百节车厢的火车 沿着轨道蜿蜒而行驶 就像是一个会行走的发条 车身仿佛看不见镜头 铁路公司在星期六正式通车 同时宣布打破建立时世界纪录 成为全球最长的客运火车 这些车产出了这么多能力 当转移到阿尔卑斯山 到Bergün到Bergün 到Bergün到Bergün 所以这些能力必须消灭 这些能力进入我们的车系统 所以其他车产的车产 也在其他地方 他们可以用这些能力 但是我们也必须购买这些能力 到公共的电视线 所以我认识 有人可能能够煮什么 正在观看这美丽的车 瑞士雷蒂亚铁路公司是在庆祝瑞士铁路 成立175周年时宣布打破世界纪录 这一列世界最长的客运火车 载着150名乘客 缓缓地穿过秋意满满的景色 整趟车程将近一个小时 多达3000人成功抢到梦寐以求的门票 在贝尔金附近一个大屏幕观看这趟历史性旅程 瑞士以密集的铁路网络和安全准时闻名 为了确保这一列巨型火车安全行驶 车上一共安排了7名司机和21名技术人员站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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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